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女士们 先生们 欢迎来到由赛区运动协副属家冠名的娱乐乐翻天明星奥斯卡反响正典 我是思义全新 本周娱乐圈可以用一个形容词来形容 那就是风起云涌 新闻不断 好像是两个词 那好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本周到底有哪些明星 登下了我们奥斯卡的宝座 我们首先来热热身给新人来颁奖 那我们到底第一个颁出的是什么奖呢 就是最成功上位新人奖 获得者就是因为跟天后哲令的恋情炒得火热 而依稀翻身的温血男模 景容冲醒 终于出席公开场合 小天后哲令的绯闻能有景容首度现身 当知名品牌的走秀嘉宾 不过一问道明感话题 景容只有脸上带着笑容 转身快闪 不回答就是不回答 突然间拔腿就跑 也让现场媒体傻眼 口头不承认恋情 但曾经被平面媒体直击 两人第二次一起上运动中心 尴尬的是蔡依林靠近锁骨地方 竟然多出了块红红的斑痕 让人联想是稳痕 虽然事后蔡依林解释是皮肤过敏 不过两个人已经三度出游 关系如何 让人好奇同时 直接炒热身价 刚才端端一分钟的现身 景容就有十万元新台币入账 吸睛能力惊人 谢谢 谢谢 真的是名利壮壮啊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评委会呢 一定觉得好 至少在天后 谈出费物之后 这个景容啊 也然从过目昏的南模 变成了现在媒体关注的紧究点了嘛 对不对 到哪里呢 都是大逼的媒体 连这个出产费呢 也从仍然一万五万元新台币的小模价 到了现在的十万元新台币 回了近十倍啊 这个分价是不是 一级版色了呢 对不对 虽然不考取的 estate INO gibt 这个有点 太过能了吧 但 fait 咱们说了 侯们就算以艺人的方式 拉一个精英 音英文ANC 所以这话说得好 艺人的方式 说得对啊 没有縛文的艺人 还叫艺人吗 只有有縛文的艺人 还是成功的艺人吧 对不对 所以说 这个最成功奏位之人奖 不甘情是一种 搬给谁呢 谢谢 谢谢我们的评委会主席 带来精彩的点评 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颁奖 颁颁给的也是一位新人 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就是 最顺风顺水新人奖 获得者就是刚刚发现新专题 就成功举办个人演唱会的 超级新人 Hebe 田富珍 日前台湾组合SHE的Hebe 以田富珍的个人身份 举行演唱会 一周好友包括SHE的Selina和Ella Selina的家人 以及一群同门师弟师妹等 都有出席成场 而当晚Hebe还大唱27首歌曲 从此的歌唱到经典金曲 都发挥自如 自身的灵魂 都好啊 我觉得他唱的歌都好看 我看他唱的是好 然后有些歌会觉得 唱到新坎里这样子 你太猖狂吗 你这样太猖狂了 听完Hebe唱的摇滚金曲 似乎大家还觉得不够 师弟许人杰就想发掘出 Hebe更突破的一面 既然一唱同门 Hebe当然不会不答应了 得到一大群好朋友 和长辈的鼎力支持 Hebe也觉得非常的幸福 回顾出道那么多年 他也很感叹 以及珍惜各界对他的照顾 所以在音乐会上 他再三的感谢在场的所有人 我觉得会唱歌的人很多 然后我相信在演艺圈的 每个艺人都是努力的 但是能够像我这么幸运 拥有这样子支持 我的唱片公司的艺人不多 我很幸运 我爱唱歌这件事情 然后透过公司 可以发挥的淋漓尽致 然后可以把我表现给你们看 我真的很开心 所以希望今天我们就一起 好好享受这一切 好吗 好 恭喜Hebe终于摆脱 不对 离开 哎呀不对 确确的说是从SHE单分 对了 发行了自己的新专辑 举行了个人演唱会 让自己做你的愿望 终于成真了 说到这个愿望呢 接下来这位天王 也在自己出道三十年的时候呢 实现愿望 那就是唱老歌 发大碟 还受到大家的热捧 恭喜最魅力不减 天王奖的获得者 刘德华 翻唱经典老歌 为了新歌MV 刘天王还大跳六十年代的复古舞步 新专辑耍花样 但可爱 让歌迷见识到不老偶像的魅力 受到大家的热捧 就连台湾宣传新专辑 现场都被媒体挤爆 跟公司求了快十年 终于在入行三十年纪念中 如愿地唱到自己最喜欢的老歌 让华仔相当开心 众多艺人朋友 纷纷送上祝福 对小猪的要求 天王笑称自己是科技白痴 还没有MSN或Facebook账号 我真的没有那些东西 然后我只是 我是一个非常土的人 我就电话 电话我可以给你 小猪 老朋友吴宗宪 之前公司陷入危机 陶泽问花载是否要帮忙 天王大方透过媒体喊话 他找我了 他 献哥你找我 能力范围以内的 我都能愿意帮忙 所有机器都拍到 这句话 大概几百块 天王的有求必应 让媒体相当感动 难怪大家都爱他 恭喜刘德华 也希望你的老歌心蝶 能够大卖 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就是 最佳心态导演奖 这位导演的功力 可是非常的深厚 面对效果的不如意 面对媒体的辛辣奇混争质 他依然能够保持 向荣 面对这样的心态 非常忍 恭喜获得者 定剑语的监制 吴宇森 恭喜 由吴宇森兼职的定剑语 尽管上映来好评如潮 不过在票房上 却不尽人意 目前四千五百万元的票房成绩 与敌人节是同天帝国的两亿元 更是相差甚远 昨晚在某慈善活动上 记者们就纷纷将矛头指向了 监制吴宇森 你跟敌人节的票房 好像有点差距 您怎么看 可能在宣传的效果上面 他们的手付出比较大 那么这个票房的差距呢 我觉得有的时候票房的差距 并不代表一个电影的 它的真正的成绩 那么当然是我也很高兴 看到我的好朋友徐柯 他电影做那么成功 那么但是同时呢 我们这个电影呢 也有我们的那个 那个坚持的力量 那个好的地方 除了坚持的剑语票房欠佳 吴宇森还没开拍的新作《飞虎》 也遭遇了境地 因为好莱坞影星汤姆克鲁斯 也将下一部影片 锁定在了同一题材上 那两个很不同的性质的电影 这比较好看 这会比较好看 当然是我们的会比较好看 面对媒体 导演吴宇森 依然表现出极大的自信 那么吴宇森版的《飞虎》 究竟会选谁来 跟外人民阿汤哥抗衡 自然也让人十分好奇 我们再过一个月就开始选 那个演员 大概演员都是比较 年轻一辈的演员 像刘烨 黄晓明 他们的 真的 博力一去 下节看点 即将为您搬出的是 最性感腹肌奖 最性爆新闻奖 别走开 下节更精彩 女士们 先生们 欢迎在广告之后 继续回来 这里是由 赛奇运动 杰湖 独家冠名的 娱乐乐翻篇 明镜奥卡 颁奖 正眼 我是四一全心 接下来我们继续翻角 接下来要颁发的 这个奖项 一定会让你 大包艳福 大跌眼镜 大呼过瘾 因为接下来 我们要颁发的就是 最性感腹肌奖 获得者就是 吴克群 吴克群这次的专辑封面 让大家非常惊艳 场面公司还特地 为了打造一副 纯巧克力腹肌 让人看了 垂涎欲滴 但他期望歌迷 不只是注意他的腹肌 他之后的MV 可是更加的劲爆 这一次呢 我希望大家看到 五支甚至十支的MV 都非常厉害 那接下来 不是只有罗洛而已 我觉得现在 接下来的MV 还有更刺激 更特别的东西 下一支爱我恨我 我开始有最劲爆的舞蹈 对 猛爆垂心 我觉得大家可以看看 我真的练到 我自己终于觉得 自己会跳舞 而且可以让别人 看看我的舞技 为了让歌迷用 听觉和视觉上的双重享受 吴克群练出了 令人怦然心动的魔鬼身材 还一度让现场的女记者 想掀摸为快 到底吴克群是如何 从邻家男孩 蜕变成野兽派男人的呢 其实现在的话 真的工作忙碌会越来越瘦 对 的确会越来越瘦 那是对健身来讲 最大的一个禁忌 那所以我还是不断地 在家里 就每一天 然后工作完再累 可能一两点我还是要做一两个小时的运动 为了谋求歌迷的福利 现场记者还突发奇想地建议吴克群 可把腹肌分成不同的区域 来与歌迷互动 让吴克群不禁佩服 大家为了要一堵巧克力腹肌 真是什么花招都想得出来 我懂摇滚区 是个很有想法 我会在那时候化位一下 我会想一下 你们今天的想法都蛮厉害的 对 分摇滚区的腹肌 OK 我会试试看 恭喜吴克群 那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就是 本周奥卡的最后一个奖项 当然也是最大的一个奖咯 那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就是 最新宝新闻奖 恭喜 极具爆炸性 极具突然性 极具勇敢性 极具抗击打能力的大庭恋 蔡卓妍和郑中基在今年三月 戏剧性地承认结婚 同时宣布离婚 轰动了整个娱乐圈 想不到相隔半年 阿萨跟郑中基又相继传出恋情 阿萨就传出和师弟成韦婷 因为拍摄MV而擦出爱火 在消息传出之后 阿萨就透过经纪人公司 大方承认和陈伟婷已经拍拖三个月 表示两人是因为近期合作多了 固有好感而自然发展出感情 两人其后又在微博上传情 表示现在感觉幸福 还登上两人脸接脸的合照 大秀恩爱 这一次两人大方承认恋情 相信很多人都感觉恶然 因为阿萨和陈伟婷之前 都低调处理感情事 像是阿萨跟郑中基 04年因为合作拍戏而传出恋情 但两人一直都没有正面承认 一直到了去年 因为被媒体找到两人 06年在拉斯维加斯结婚的证书 所以才举行记者会 承认已婚仪式 至于陈伟婷和安吉拉贝比的绯闻 也一样传了67年 两人不时被拍到 橱双入对 还有爱的纹身等等 但依然只承认 对方只是朋友关系 如今阿萨跟陈伟婷的拍拖消息一传出 两人立刻高调回忆 承认拍拖三个月 很多人都感觉惊讶 不过阿萨跟陈伟婷 似乎就爱得非常投入 他们还强调 开始这段感情的时候 大家都是单身 而陈伟婷更公开向阿萨示爱 表示他很爱阿萨 公开恋情是希望得到大家的祝福 虽然阿萨比陈伟婷大三岁 但是陈伟婷就坦言 视阿萨为结婚对象 并不介意对方曾经结过婚 在公布恋情之后 阿萨跟陈伟婷 在11月11号中午 一起从内地返回香港 吸引了大批媒体 到香港机场守候 两人一起复出机场 令现场一片混乱 但是两人也有印记者要求 停下来让大家拍照 而阿萨更难掩甜蜜笑容 你怎么打动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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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足夠的能量去承擔這個藝人 我們會努力 小心 很多人祝福你們 我們打算多謝藝人 為甚麼會突然決定公開的 因為有人問 有記者問我們不要悶 謝謝 但你說你分隊長有沒有聽過幾次 還沒那麼長 幾斤新庫走到警車場的位置時 兩人再一次被要求合照 兩人在離開機場後很快又再一次在微博上留言 感謝大家的祝福 愛的高調一向都不是阿薩的作風 但是阿薩就在微博上和大家說 踏出這一步是需要很大的勇氣 而陳偉平就是要讓自己更強壯 可以背負更大的重量 讓自己和阿薩都可以走得更輕鬆 賽季為夢想奮鬥 歡迎來到時尚超人環節 我們經過熱心觀眾的票選 昨天獲得時尚超人超人的明星 就是劉德華 恭喜手機號碼為137 尾號是5569的朋友 你將獲得由賽季運動新服 提供的時尚運動協商 那麼今天我們提供的時尚超人 候選的名單已經存在屏幕上了 他們就是A 田復甄 B 吳柯群 C 阿薩 B 陳偉平 趕快把你節目當中的時尚超人 人選告訴我們 希望呢就有機會獲得由賽季運動協服提供的 新美衣服裝備份 以及鄧紫棋的親筆簽筆筆帳 好了今天節目就這樣了 非常感謝各位收看 我是甜心 今天同時間再見了 您正在收看的是東南衛視